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霆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宾州造势 遇到枪击震惊国际 不过川普坚持造原定计划 前往威斯康星州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枪击案后全美弥漫 不安气氛 选情也激化 美国总统拜登特别呼吁美国民众 让激情降温 美国总统大选造势活动上 惊爆枪击案 共和党参选人前总统川普 惊险和子弹擦身而过 画面震惊全球也冲击选情 美国近年社会分裂严重 政治狂热升温 枪击案后总统拜登特别呼吁大众团结 让选战激情降温 拜登表示已与川普通话并指示权力调查 这起枪击案造成一名民众死狼两人受伤 枪手是宾州本地人20岁的库克斯 犯案后当场遭到击毙 美国媒体报导库克斯两年前从社区高中毕业 同学以话少孤单内向等字来形容他 并提到他曾因衣着被嘲笑霸凌 但从未表现出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出枪手单独行动 没有已知的意识形态 正朝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行动方向调查 现在距离投票还有三个多月 这起枪击案对选情走向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这么疯狂的事情发生 一夜之间两个月晚就改变了太多太多 通向一整个扫下来的话 太多的州可能都会丢掉了 对民主党来说了 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被忘记 但是你现在这种每个礼拜就有超级大的剧本 端出来的状况 你都不晓得未来三个月的情形会是怎么样 大家都有45%基本盘 分析指出拜登阵营寻求连任 目前暂时无法猛轰川普选战陷入被动 而川普惊险躲过枪击 侧脸见血仍正臂几乎战斗 后续坚持依照原定形成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都强化了硬汉有活力 甚至是上天眷顾等正面形象 中央社总统报导 川普在宾州造势预袭 效应还在延烧 外媒统整了美国过去遭到暗杀的四位总统 包括林肯还有甘乃迪 还有逃过习籍幸运生还的总统或候选人 一起来看 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在造势活动中 遭到枪手暗杀受伤 引发美国媒体关注 盘点建国以来 美国政治领导人遭到暗杀的黑历史 为人熟知的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 1865年参加庆祝南北战争胜利活动时 在一家剧院遭到一名拥护奴隶制的演员枪杀 是第一位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 而受到美国人民推崇的前总统甘乃迪 1963年与夫人参加竞选活动 搭乘敞篷车在德州达拉斯游行时 遭狙击手开枪射杀身亡 此后还有第20任总统贾费德被精神病人枪杀 第25任总统麦金里遭无政府主义者枪击 这四人都是在美国总统任内遭暗杀身亡 外媒报道也指出 美国第一起刺杀总统事件起于1835年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森 直到近代的第38任总统福特 第40任总统雷根都曾遭遇暗杀事件 不过刺杀失败 总统幸免于难 外媒统计 美国建国200多年迄今 总统或总统候选人遇刺事件 包含川普在内已有13人 政治暗杀的黑历史不断出现 川普遇刺事件 也再次掀开美国人民不愿回想的记忆 中央社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枪击案造成一死两重伤 其中死亡的是50岁的益销康培拉托尔 宾州州长夏皮洛表示 事发当时他用身体保护妻女丧命 就像英雄般的牺牲 下令降伴其哀悼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宾州造势遇袭受伤 现场一位民众身亡 两人重伤 罹难者身份确认为在地一销 康培拉托尔 现年50岁的康培拉托尔 是川普的热情支持者 曾任宾州水牛城镇 义务消防队队长身边的人 说他每周日都会上教堂 并且热爱社区和家庭 枪击案发生时 他迅速用身体保护身边的妻子 和两个女儿当场重担生亡 宾托州长夏皮洛行动 康培拉托尔为了保护妻女 就像英雄般的牺牲 他也下令降伴其来哀悼纪念 Joshua 综合报导 镜头来到法国 2024巴黎奥运预定7月26号 举办开幕式 法国国庆日这一天 奥运圣火在全法各地环绕了70天之后 浩浩荡荡抵达巴黎 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气氛很热烈 民众表示希望奥运和圣火 让国家团结 也为政治纷扰按下暂停键 2024法国巴黎奥运进入倒数 整座城市闹哄哄 奥运圣火历经70天环绕法国后 于法国国庆日抵达首都巴黎 民众在各大火炬传递点列队欢迎 目睹奥运圣火及运动员传递的风采 为了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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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有一些美国的一国 CONMIGS 冬春 都会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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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临��军业 出发到游戏 烛家丶自己的一切 本来都 levels 十分欢迎 好 declaring实 pec Germany 2029分保证 大 splamt 在聖母院前演出 氣氛歡樂而隆重 聖火在巴黎市中心繞行兩天 沿路經過國民議會 萬神殿 巴黎聖母院 羅浮宮等多個重要古蹟景點 巴黎市長伊達哥也現身 與坐在輪椅上準備交接聖火的 身障運動員致意 我覺得這可以為我們的儀式 甚至他們已經有所有的儀式 但是我們很羨慕 看到球員在前面 然後看到這次播放在電視上 非常羨慕 對 這是一個很廢話的政策 但是運動員會做的工作 會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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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就像他們常常做的 在聖母院上 那現在更廢話 我覺得我們不在幾個月的政策 我們不在幾個月的政策 而且更好 我希望這會讓大家 放一段時間的休息 讓人們一起聚會 讓我們能夠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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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聖火傳遞和平 團結 與勇敢象徵 下一站将绕行临近省份城市 如选手村所在地塞纳圣丹尼 与马术赛事举办场地凡尔赛 最终于奥运开幕日重返巴黎 中央社记者曾庭轩巴黎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